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是假恶丑 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 一起来践行和守护我们共同的梦想 每天中午12点 感受文化的力量 旅全16年 两条汉字的冒险旅程 功夫 一代宗师 点击热事件搜索瑞观点 这里是每天中午12点 和您准时相约的文化正午 我是龚言 请你开始先回想一下 2014年的华语音乐行业 我看到一篇文章的观点是 似乎2014年的华语音乐行业 有回暖的光景 他举的例子是这样的 说音乐节目继续花样翻新 层出不穷 从草莓迷迪到简单生活 音乐节是芳心为爱 音乐现场人气不断 更有汪峰和乐视 共同创下的在线同步收费 直播的产业新模式 2014年的原创新歌 也很多 先不说小苹果之类的神曲 即便是像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 还有平凡之路 匆匆那年这类的文艺范 也可以说是快智人口 然而啊 从单曲回到专辑作品 这一年里边要想选一张扛顶之作 似乎总差那么一点点 在南方都市报盘点的 2014年十大华语唱片之中 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端倪 这份名单之中啊 排名第十的是张慧妹的 纯粹回归歌唱内心的作品 叫做偏直面 排在第九的是被誉为 乐语乐坛年度代表作的 谢安琪的Continue 第八则是墨西子诗的原野 文章评价说呀 尽管墨西子诗早已经深陷成人世界 但他的内心还小心翼翼的 保留着童年的原野和宇宙 正是这份童心未免 才让他有机会在音乐世界里边 还原了那片精神的原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得来说说排名第七的 是具有暖男特制的李泉的《再见忧伤》 而排在第六的是穆文卫的《不散不见》 有评论说 说这是一张软硬兼尸的唱片 既有感动又有惊叹 华晨宇的Casmodo的礼物排在第五位 而孙燕兹的大热唱片《克普勒》则排名第四 对这张专辑唱片的评价呢 我们会发现集中在于宣传发行 文章说啊 专辑的宣传期 打歌与孙燕兹的回归演唱会 是同步进行的 从而构建出真正有效有序的宣传行销模式 在2014年最重要的发行成功典范 应该说是这张专辑 是第三的排名 是女唱作人徐佳莹的《寻人启示》 而排在第二位的是歌神张学勇 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歌手的新专辑 叫做《醒着做梦》 文章说啊 这是少有的整张专辑高度统一的国语大碟 制作人用尽心力将每一首歌 都编排的丝丝入扣 细节上是丰满动人 演唱呢 又是丰富多彩 简单又直接的音乐的制作模式 配上恰到好处的制作投入 为张学勇的唱片生涯 带来了新的风貌 如此高评价的专辑呢 只排在十大华语唱片中的第二位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啊 你一定要问呢 那么排在第一的是谁 告诉您非常遗憾 排第一名的空缺 文章是这样来解释的 版图虽在格局未成 这个行业的大部分产值 并未能回馈音乐人 大众热情高涨的关注 也只是聚焦在电视选秀 和线上神曲的表面风光而已 虚火终有散去一日 才更显出自选秀 而又无损于其音乐质地的 华晨宇和墨西子诗之难得 同样难得的是 更是徐家营和西安琪 这样以传统形式 扎实雕筑作品的音乐首艺人 也正因为如此 对于最能代表年度音乐的 唯一市场口碑双赢加作 才更要秉持宁缺勿滥的原则 且把西纪盼望 都留给已经到来的2015年 值得注意的是 文章在这提到了 2014年音乐行业的几个问题 有行业的大部分产值 并未能回馈音乐人 还有电视选秀和线上审曲的虚火 这些才是这个名单 真正的名单之外的弦外之音 的确 随着网络音乐的快速崛起 音乐产业的商业模式和消费形式 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同时也面临着不少问题 而互联网选秀盗版 被认为唱片业走向衰弱的 衰弱的最主要的三个原因 在网络音乐兴起的背景之下 音乐产业的发展有何特征呢 在网络音乐模式 商业模式尚不清晰的背景之下 这些问题呢 都关系着音乐市场的未来发展 近日有着21年历史的北京西单音像大世界 后更名为大世界音像 日前是暂停营业了 再次引起人们对于唱片业衰落的关注 20世纪90年代 西单音乐大世界是北京最大的音像音频销售店之一 店面的面积曾经达到过1800平方米 各个时期的当红歌星的磁带光盘 应该说在这都可以买得到 应有尽有 2000年以后呢 网络音乐的兴起使得音像大世界遭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唱片销量是急剧的萎缩 店铺的面积呢 也减少到了只有50多平方米 直至前不久 干脆就暂停营业了 北京西单音像大世界的境况呢 可以说是中国唱片市场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啊 你会发现唱片业迎来了互联网带来的巨大的冲击 在一份2014年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中显示 2013年中国音乐产业的市场总规模达到了2716.56亿元 很大的规模 但其中实体唱片的规模仅仅只有6.5亿元 数字音乐市场规模则达到了440.7亿元 对此呢 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秘书长李广平也认为啊 唱片作为音乐媒介的作用已经消失了 但是可能作为收藏的价值 它还是存在的 有些专业人士和音乐发射友呢 还是会选择购买一些唱片 同时他还有如下的观点 对于一个歌手来说啊 唱片或者说专辑代表着他的实力 音乐风格和专业的水平 随着网络与音乐产业结合的日趋紧密 实体唱片可能不再流行 但电子唱片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啊 实体唱片行业发展是呈下滑趋势的 而中国音乐产业处于由实体唱片为主的传统模式 将以网络音乐为主的数字模式转变的关键的时期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 音乐内容的生产者一直在行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唱片公司培养艺人 并把艺人的作品分发给大众 获得收益后与艺人来分成 互联网呢 你会发现它完全颠覆了这样一个音乐消费的模式 人们现在开始习惯在网络上试听下载音乐 实体唱片流失了大量的用户 而数字音乐服务提供商则取代了唱片公司 成为了直接去面对用户的平台 在音乐制作人崔树看来啊 探讨互联网对于唱片业的冲击 要看怎么界定唱片业这个概念 他有如下观点 如果仅止实体唱片的销售 互联网对唱片业的冲击是毋庸置疑的 它冲垮了传统唱片业的盈利模式 但是如果唱片业包含音乐制作 艺人包装 演出活动 版权交易等各个方面 只能说现在正处于转型期 新的商业模式正在形成 需要转变的同时还有听众 自网络音乐盛行以来啊 音乐可以下载到播放器或手机里边 也可以用电脑在线听 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里随时的查找 便捷自然是互联网音乐吸引人的地方 而免费也让更多人抛弃了传统的唱片形式 转身成为网络音乐的中视粉丝 而用户习惯了免费听 平台习惯了免费用 我国的网络音乐市场又一直缺乏版权的导向 时至今日 一些曾经鼎盛的唱片行难以为继 歌手的唱片的销量普遍低迷 只有铁杆粉丝才会为了收藏或是支持销量去选择购买 对这样一种情况 光明日报的文章是这样来评论的 网络音乐并非是免费的午餐 作为音乐的创作者 音乐人需要激励 作为音乐的生产者 唱片公司也需要动力 网络音乐绝不是简单的拿来主意 毕竟音乐与版权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尤其在数字时代 这种联系无论对音乐人 对唱片公司 还是对网络音乐平台的发展 都至关重要 接下来为您点击 雨全16年 两条汉字的冒险旅程 接下来咱们说音乐 还是说音乐的事 说说组合 中国乐坛上曾经有过很多的组合 但是你会发现 几乎每一个组合 好像只能红那么一段时间 或者说 在这个组合之内的建制 只能维持一段时间 时间长了 也就不存在了 即使组合的名字还在 你会发现 但是这成员 也经常是换了一波 又一波 早已经名存实亡了 但是在这其中 有一个组合是例外的 我相信我会说 您也应该知道 那就是雨全 雨全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 当时音乐的表现形式 已经很多了 除了独唱之外 大家比较熟悉的 还有王杰实和谢丽丝的 这种叫做男女生的二重唱 小虎队这个类型的 很多的偶像组合 还有黑豹 唐朝之类的摇滚乐队 还有达明一派那种 同样是两个男人的组合 然而雨全的模式依然是新颖的 带着吉他和键盘的表现方式 让人是耳目一新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 你的灰 你的好 你和你即使决击的罪 你在我心中是最美 只有相爱的人最能体会 你明朗 我明朗 这种美妙的滋味 可以说啊 雨全从一出道就和创新紧迷相关 也许创新的另外一种说法 应该叫做冒险 今年呢 是雨全组合的第16个年头了 乐评人丁博在网易娱乐的文章中 回顾了陈雨凡和胡海权 这哥俩啊 16年音乐冒险旅程中的种种经历 我们来一一来分享一下 首先呢 丁博举了一个例子 07年的12月31号 雨全的工体跨年演唱会 雨全和他们的几位歌迷一起唱了彩虹 但是你要知道 在那几年啊 哪个歌手的演唱会呢 一般都是请几个明星好友 大腕 神秘嘉宾去站台 但是雨全却是找了自己的歌迷 人家玩的就叫与众不同 后来呢 雨全组建了自己的公司 也做了好多大量的尝试 他们签过艺人 做过动漫 其实不是每一次冒险都能够成功的 这期间呢 海全和雨凡呢 也都分别有过失败 但是丁博认为啊 以雨全的状态 和他们自己的所谓的音乐圈的江湖地位 根本不需要去冒险 他们完全可以稳扎稳打的延续自己的事业 然而做一些 然后去做一些比较稳健的投资 来享受自己的生活 不过呀 如果说失去了冒险精神 那这雨全还能叫做雨全吗 2013年呢 雨全又开始冒险了 他们推出了新的专辑叫做再生 是完全抛弃了实体唱片的模式 改用优盘这样一种新的戒指 当然事实上用优盘收录音乐并不是没有过啊 几年前曾经有过新人歌手啊 通过这种模式推出了自己的EP 但是对主流歌手来说 将自己的专辑完全用优盘来发行 则应该说是前无古人的 时至今日呢 雨全的冒险依然没有结束 他们的最新专辑感爱完全抛弃了实体介质 而是通过二维码将音乐和数十种产品架接了起来 丁博认为啊 雨全的尝试令人尊敬 因为他们真的用行动去印重了一种想象 一种设想 用自己的行动去开创了一种可能 他是这样来评价的 我无法去预测这次冒险是否会成功 但是是否成功重要吗 雨全走过了16年的岁月 在不断的冒险中 他们赢得了所有好朋友和歌迷的认可和尊敬 不管他们的冒险是否成功 他们都是值得敬佩的两条汉的 接下来为您点击功夫 这几年啊 电影圈里流行向经典致敬 就是把当年卖作的片子重新包装成3D版本 拿到影院再放一次 比如说前几天我去电影院 突然间看到一个大幅的海报 是一代宗师 我朋友就问说这电影不都上映了吗 怎么又重新翻过来呢 仔细一看才明白 人家这叫3D版 而且现在不光一代宗师啊 这周星驰的经典影片功夫 也要3D版本重新上映了 接下来咱们要说的就是功夫 应该说这部电影是周星驰的代表作 04年的时候首映 那时候我还上大学呢 印象非常深 而且当年这部电影拿到了1.7亿的票房 你要知道 现在这1.7亿可能很普通啊 但是那个时候电影院可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多 电影票买起来也远远没有现在这么方便 可以想见啊 这在当年是多么惊人的一个电影票房的成绩 可以说不仅观众喜欢这部电影 很多业内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05年功夫呢 就拿下了香港电影与台湾电影的双料最佳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欺负我们 回顾一下这部电影 你会想到周星驰在这部电影中容纳了他的童年 功夫梦想 讲述了少年情义和单纯美好的情感 表达了对于善与恶的看法 刻画了充满真情的市井生活 而且在结尾处对功夫的主题进行了升华 如来生长 而且还放走了恶人 影片情节推动的应该说是干净利索 在角色分配方面也是搭配得当的 电影里面很多角色我们都印象深刻 比如说那个烫一花卷头 叼个烟的包租婆 对吧 还有那个胆小但是功夫很高的包租公 还有呢 这个梁小龙扮演的火云邪神 同样还有很多什么苦力强啊 啊等等等等吧 每一个角色几乎都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极为的鲜明 里面也把那句台词叫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做成了经典台词 同时赋予了特别的意义 影评人韩浩月发表在精华时报的文章中 是这样来评价的 说功夫呀 是周星驰个人电影生涯的新高点 到今天功夫已经上映十年了 还被不少观众惦记着 而且在这十年之中 大家也能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 来重温这部影片 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数据 说功夫这部电影 单单在江苏卫视一家电视台 就播出了好几十次 可这也让人有点担心 说我们已经看过那么多次的功夫了 对吧 你再用3D版重新上映 这票房能高吗 这影迷还会特意去电影院来欣赏吗 对于这一点 韩浩月是这样认为的 3D版的功夫不管收成多少 都不会影响这部电影 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它有童心 有搞笑元素 有为娱乐包裹起来的严肃价值观 它倡导的是一种美好的情感 可以帮助青少年提升对正义善良的认识 而且这十年来 能与功夫比肩的华语电影不多 正是因为对电影创作的缺乏耐心 很多电影都缺少了那么点功夫 所以韩浩月是这样认为的 创作群体努力了 观众自然能感受得到 当电影从业者对市场和观众 有抱怨的心态的时候 不妨回头看看功夫 体会一下周星驰是怎么对电影用心的 接下来为您点击一代宗诗 接下来再来说一代宗诗的三地板 说两句诗 桃花一簇开无主 可爱深红爱浅红 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文章 用这两句诗来形容一代宗诗的二地板和三地板 在艺术上各自擅长的一些领域 文章说在上一个版本之中 叶问是主线 然而王家卫并不直拍 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他只是用曲笔 这曲笔应该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富情趣的笔法之一 所谓叫做背面浮粉 讲究的是叫意到比不到 意在比意在 他别有一种隐而不发 挨而不伤的情志 而在这一次的三地板本之中 王家卫换了一个视角 他把一些枝叶给去掉了 给我们看叶问这条树干 他让叶问的故事浮现出来 让全片的节奏完全围绕在他的一生来进行 上一次我想很多人会抱怨过二地板 很多这样的人觉得说不过瘾 而这一次再看起来会觉得说 这个故事还是很容易懂的 和之前的二地板相比 这武林人物呢也像一根绳上的蚂蚱 悉数来和叶问发生关联 文章最后是这样来写到的 我想说二地板和三地板是同一个武林故事的两生花 一个散文化意味缭绕 一个小收画 缠绵悠长 一个异态由来化不成 一个异农太远 书且真啊 千金难满一生死 你拿什么天罗的刀 你拿不桥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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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ja 日本人 tem译 要看六十四首 您只有一扇的时间 要看您眼力了 成 以上就是今天文化战五的全部内容 点击热事件搜索瑞观点 我是龚言 明天见 文化是一种力量 文化是一种情怀 文化是一种影响 文化是一种温柔